就在今天高层批准联通与腾讯设立混改新公司 这传递出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看懂了吗 这代表着信息安全的定位已经上升到最高增值的层面了 为什么这么说 翻开联通的股东名册 你会发现很多端倪 除了腾讯以外 你还能看到很多互联网巨头的身影 比如第五大股东是京东 第六大股东是哈利 第九大股东是百度 这显然是要集中整个互联网巨头的力量 办大事啊 办的是什么事 信创 信创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信息安全 网络安全 软件安全 再给大家报几个触目惊心的数据 你就明白了 咱们90%以上的高端芯片 都是从老媒企业进口的 智能操作系统的90%以上呢 也都是 除此之外 咱们的政府金融 能源 电信 交通等领域的信息化 系统主机装备 近一半 也都是采用外国产品 也就是说 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 咱们都离不开别人 再不改变能行吗 而且啊 前段时间滴滴时间 老美黑客攻击咱们西北工业大学等等 都给咱们的信息安全敲响了警钟 这次腾讯和联通成立新公司 就是高层意识到了 咱们国家网络安全 以及腾讯的控股权 不能在外资的手里 十四亿人信息安全 咱必须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啊 下个 咱们的派出 咱们的派出 被咱们的派出